红锦的心里本就是难受得紧 这次出来是自己争取来的 没想到还没等开宴呢 就迎头被泼上了一盆冷水 他早知道自己的身份比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低 却没有想到会低到这个地步 连进宫来给法马拜年都没有资格 虽然他也没有想过要争什么 但是被人以不懈讥笑的眼光来看的滋味 却是并不是好受的 即使米虫和敦石都对他有着回忽之举 可是红锦的心里却还是觉得不舒服 在面对明明有困难 却还是依然带着自己进宫来的迪姆 他更是不知道要如何而对了 结果迪姆却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在他的嘴里 就好像是被别人说是什么好事似的 听得红锦一个劲地眨眼睛 面上的表情也很是怪异的 牛娘的话说得很适 十三个边说边走过来 在蓝静的起身相扶下坐了下来 看着红锦说着 你别只是觉得那话像是玩笑 要细品其中之一 他其实是在教你要笑着看待周边的一切 你既然已经决定要出来了 就要有面对一切事情的勇气 我们虽然可以为你挡去大部分 但是总有一些是要由你来接受的 你额娘还曾经说过一句话 哭着过也是一天 笑着过也是一天 自然还是笑着比哭得好 这句话我记住了 也希望你能记住 是 红锦收拾起了郁闷的心情 对着十三阿格和蓝静分别的行了一礼 多谢阿玛和额娘 儿子受教了 还有 十三阿格还有话要说 你也不要总去纠缠敌数的问题 虽然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区别 但你阿玛我也是数字 当然我是皇子 在某些地方可能会比你强一些 但强一些的同时 也意味着危险 嫡子也是一样 他们得的多 要承担的也多 好比你大哥 本是个舒懒的性子 现在却是每天都在刻苦 练武西文的奋发 因为他是嫡长子 将来咱们这一支的重担 都要由他来担起 我希望你们能够助他一臂之力 只有咱们自家人聚到一处 才能不会被外力所称 阿玛放心 红琴又对十三阿哥行了一礼 儿子明白了 不 你不明白 十三阿哥摇了摇头 至少没有完全明白 你现在还小 且把我的话 你额娘的话都牢牢地记住 我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 你会全明白的 现在收拾好自己 我们准备去敷衍了 圆日宴正式开始了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有十三阿哥的一番话垫底 红琴对那些看向自己异样的目光 已经能比较泰然自若了 而十三阿哥府里的其他人 在没了担心壮士可能会闹腾闯祸的隐忧之后 也是该吃吃该喝喝 是那些探究的目光于无物了 当然该做的应酬交际 却还是要做的 虽然是以赴宴的名义到这里来的 但这里的每一个人 却都不是冲着饭菜来的 更何况 这玉扇的名声虽然响亮 但其实却并不怎么中吃的 精美是精美 奢华也够奢华 用料自然也是足的 只是一成了温火山 就失去了许多的滋味 再加上又很油 大年下的谁肚子里也不缺这个 所以在敷衍之前 蓝静就已经着人 做了清淡去腻的点心背下了 将孩子们打发回各自的屋子里歇息 蓝静与十三阿哥一起被人 伺候着宽向外面的大衣裳 换上了便服之后 病退了屋中的众人 蓝静一边为十三阿哥揉着腿 一边问着他 爷 花阿玛今天说的那些话 您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花阿玛的心思哪里好猜啊 十三阿哥舒服地将头靠在了躺椅上 咱们只管谨守本分 应该就不会有事了 咱们又什么时候不谨守本分了 可是爷 看着一出接着一出 什么时候是事儿少过了 蓝静皱了皱眉 又轻叹了一声说着 爷今天跟福儿说 我在教他要笑着看待周边的一切 可是现在很多的时候 我自己却是不太能笑出来了 爷几次受了伤 甚至是躺着回来 都让我胆战心惊 好不容易得了些清静的日子 花阿玛却又来 我真的是很不明白 他老人家为什么总要这样子 来 你坐下 十三阿哥拉着蓝静的手 让他坐在了躺椅上 坐到了自己的身边 你也不用担心 这次的事儿或许并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儿 蓝静疑惑地看着十三阿哥 其实啊 十三阿哥笑了笑说 从前些时候开始 花阿玛在朝堂上 就总是拿着一些事情来问我 感觉上他可能是想要用我了 当然只是可能 也有可能不是 他想用爷了 蓝静惊讶之下 连华阿玛也忘了称了 因为想用爷 所以就派三哥来问话 这是什么逻辑啊 蓝静觉得难以理解 这要用人之前 却先要照他头给一棒子 就算你是皇帝 不用礼贤下士 就算你是老子 不用跟自己的儿子客气 却也是 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吧 至于十三阿哥说的 也有可能不是之余 蓝静却没有去理会 以他对十三阿哥的了解 只要他能说出来的事儿 基本上也差不多是十之八九了 花阿玛是在提醒我 十三阿哥则又笑了笑 要做事就好好地做事 别去参与一些不敢参与的 原来如此啊 蓝静明白了 康熙其实早就知道 十三阿哥跟废太子 没什么牵扯 更不可能去参与那些 反水传输的事情 但这却是不妨碍 他借此来警告十三阿哥 我可以把你提起来 也可以把你压下去 所以你要老实一些 好好地为我所用 可是爷 蓝静看着十三阿哥说着 您现在的身子 可还是尚需细心的调养呢 就是这个话 十三阿哥微笑着说 我身子雷弱 才能又浅薄 只怕是难堪众人 想来最终花阿玛 还是要对我失望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蓝静嘴里说着遗憾之语 但是脸上出现了 盈盈的笑页 又窝到了十三阿哥的身边 躺了下来 将头枕在他的肩上说着 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也身为皇阿玛的儿子 虽然很应该为他老人家分忧 但也不能为这做事 就更伤了身子 这肯定也不是皇阿玛 愿意看到的 毕竟有好身子 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花马天纵英明 必然是不会做出 亚苗助长的事的 亚苗助长 十三阿哥失笑地说 我这个年纪 只怕已经不能称之为苗了吧 爷这可是在嫌我老 蓝静挑了挑眉 妾身虽然比您还大着几日 却还是自认为 是小河采路尖尖脚呢 小河 十三阿哥忍着笑说 这可不是苗 虽然也有河苗这一说 但是河却非比河的 要说苗又有什么难的 蓝静坐起身来 冲着十三阿哥 耸了耸鼻子 坐着鬼脸 也请听好 河苗出泥沙 药苗满前街 田苗应临河 梁苗免湮灭 看来你那些书 真是读得出彩了 十三阿哥看着蓝静的目光 很有些惊奇 能立时想起这么多 戴苗的诗句也罢了 居然还能将它们 再串成新句 确实连我也自他不如了 我就说没什么难的吧 蓝静抬起了下巴 坐直高气昂壮 随后扑斥的一声 笑了出来 好了 我不骗人了 我承认 其实这几句话 是我早就搜罗好了的 你搜罗它做什么呀 十三阿哥不解的 问着蓝静 为了给皇阿玛 准备受礼啊 蓝静回答着 这不眼见着 万寿节又要到了吗 也觉得若是画上四幅画 再将这四具尸体在上面 皇阿玛会不会喜欢 肯定会的 十三阿哥点了点头 你这其中可是暗含着 称颂花马 重处了遇到之事 他再没有不高兴的 可是我却犹豫了 蓝静皱起了眉 皇阿玛现在正想着 给爷找事 这个时候 咱们的受礼 是不是要中庸一些呢 蓝静是故意把话 往外里说 本来嘛 康熙要给十三阿哥做事 其实跟给他做事 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还没有怎么着呢 就又是问话 又是招壮士进攻 并进行了一番的 试探性的谈话 等他真的上了手 还指不定会遇到什么呢 十三阿哥也没有 纠正蓝静的话 只是沉引了一会儿 才说着 其实倒也无所谓 若是皇阿玛真的要用我 咱们的受礼 是中庸还是初巧 都是不会让他改主意的 爷的意思是 这个礼还是要送的 蓝静问着他说 那这个画是由爷亲自来画 还是让画师来 我自己来吧 这些年的调养身子下来 别的不敢说 这书画之道 我觉得还是有些敬意的 康熙对十三阿哥府里的这个礼 确实是比较感兴趣 但对十三阿哥所办的差事 却又并不是很满意 倒不是说有多么的不好 但却是绝对称不上出彩 只是算是中规中矩 而这样的结果 虽然让康熙觉得 这个儿子没有尽力 却没有多少理由去批驳 于是在万寿之后 新的差事就又拍下来了 让十四阿哥与相关官员一道 负责政绩灾民事宜 这次受灾的是顺天 永平两府 他们位于京城基辅之地 灾民自然也纷纷地 往这边来了 相较于之前 其他的那些不痛不痒 无关紧要的差事来说 镇绩之事当然是重中之重 这里面关乎着成千 甚至是上万条性命的 也关乎着京城的安危 一个弄不好 就有可能会激起民变的 十三阿哥对这个差事也是不敢怠慢 一些重要的关节都着重地加以关注 并亲自地去到京仓通仓 监督着他们按照康熙的旨意 来将仓内注织沉迷发二十万弹 给拆堂丝关 并确保这些米都能用到赈灾上 当然对其他相关物资 他也是一样的精心 连着忙了半个月 等到了那些涌到京城来的灾民们 终于顺利地返回了家乡 十三阿哥却病倒了 听说十三阿哥在外面劳累的 以至于昏倒并险些掉下马 饶是蓝景心中有数 也不由得会有些担心 眼睛直直地盯向了来报信的小丝 爷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哪儿 灰附近 那个小丝回答得很快 太医已经给爷看过了 说爷的身子本就有损 此番又劳累过度 要好生的休养 现在爷已经醒过来了 正被人护着灰附 奴才是先回来报信了 你去叫李大夫 让那个小丝退下去之后 蓝景马上吩咐着 又叫过了盈嬷嬷等人 你们跟我一起去营爷 虽然已经是不止一次见到十三阿哥被人放躺着送回来了 而这次其中也还是另有隐情的 但是蓝景还是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的 快步地抢到了他们的身边 握了握他的手 又抚着他的额头 我没事 十三阿哥睁开眼睛对蓝景虚弱地笑了笑 没事才怪呢 蓝景又气又恨又心疼地说 谢身一直劝爷要好生地注意身子 偏爷就只当作耳边疯 好了别说了 我累了让我歇一歇 把爷送回屋去 蓝景赶紧地吩咐着自己府中的人 又对着送十三阿哥回来的人道了谢 等他再赶回屋中的时候 十三阿哥却已经起来了 正坐着与李大夫谈话呢 爷怎么样了 蓝景用眼睛上下打脸着十三阿哥 能怎么样 十三阿哥笑着说 你不是知道吗 是我知道 我知道爷会生病 蓝景横了十三阿哥一眼 却不知道爷会追下马 是的 十三阿哥的生病是事先安排的 不过他也并不是没病装病 连着多日的奔波操劳 并不是他线下身子能够经得住的 早两天他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但却一直忍着不太用药和治疗 从而这才造成了今天的当众发病 但本来的设计却并不是这样的 昏迷的桥段是有 却并不是要发生在马上 蓝景只要想象着当时可能会有的情形 心里就一阵的后怕 那个时候十三阿哥可是已经吃过 李大夫所配的使人虚弱的药了 再加上他本来的身子状况 没能当场从马上摔下来 倒还真的是妖天之性啊 你先去吧 十三阿哥在对着蓝景解释之前 先对李大夫说着 等等 蓝景虽然觉得自己话说得极了 不该当着李大夫的面 就以这般的口吻对十三阿哥说话 但却还是出口地叫住了正要退出去的李大夫 爷现在的身子如何了 你配的那个药 确实不会有损他的身子吗 夫妻放心 李大夫弯腰说着 奴才所配之药 是从爷身上索取中毒之物变化而来的 故而太医们才难以诊出 而阴枕爷对此毒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力 并不会真的损及到他的身子 只是多日操劳下 总是要调理一段时候的 好 劳烦你多用些心了 蓝景点了点头 又再问着 还有不是说爷险些坠马吗 那爷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十三阿哥插话进来 并以目示意李大夫退下 我不过是在马上微晃了一下而已 然后就被人拥着扶下来了 那些个险些坠马的话 不过是以讹传讹 但也正合了咱们的心意 所以我也就没让人去干涉 我信爷才怪呢 你一向爱避重就轻的 蓝景轻哼着 并直接上手去触探着十三阿哥的身子 告诉我实话 你有没有扭到 有没有擦伤 腿没有事吧 没有都没有 十三阿哥抓住了蓝景的双手 并将他禁锢在自己的怀里 又贴着他的耳边说着 你要是再摸下去 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事 四哥想必快来了 你真的想继续下去吗 我还可以拒绝会发生什么事